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好 台股延续台币的贬值再创新低 好 我们看这里 好 今天台股盘中破了13000点 12991 破了13000点 然后当然收盘有占上来了 可是今天仍然在创新低 创新低的逻辑是什么 创新低的逻辑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K线图 好 创新低代表低点还不知道在哪里 18619 各位 我每次都用同一条线 因为一条线我们叫做任何人做股票 都要有一个我们叫纪律 那个叫纪律 也就是你当初怎么进来的 你就用这种方法出去 你当初怎么进来的 你就用这种方法出去 也就是我们叫初中 好 你看任何的线上都是卖点 任何的线上都是卖点 也就是这叫空头市场 任何的线上都是卖点 好 那我们来看台币 好 各位台币在这里 今天台币看到 31905台币盘总贬值在创新高 是不是对称 什么叫对称 18619对称台币的 我们叫做最高点 27.514 也就是台币的汇率最高 这里已经是创新低 就贬值 是不是很对称 是不是对称 非常标准对称 来 我们再重新开始 来 看这里 我为什么在两年前就把这张 尤其近年初 我就把两年前这张拿给各位看 台币在30.506的时候是 台股8523 好 那台币一直升值 升值到28492 台股就涨到13149 各位你看 为什么特别拿这张 留这张13149 我说台币你只要扁破28.492 不要说28.492 已经扁破30几块了 怎么13149不会来 也就1319甚至都会跌破 好 这一路上当然 大家都不相信 好 可是我们来看今天 今天是12991 好 我们看 我也把它印出来 有没有看到 好 这叫对称 31905 12991 是不是对称 台币如果积气扁 台股的低点 不知道在哪里 还是那句话 任何环弹都要卖 有的时候老师 我卖在 如果卖在最低点 有时候想一想 你是不是天公的小孩 你会去买在最低点 我说怎么卖你都不会最低点 天公的小孩 他会去买在最低点 不是吗 天公的小孩 会买在最高点 卖在最低点 你不是天公的小孩 你是一般人而已 所以你放心就是卖 为什么 我已经讲这么久了 今天再创新低 我讲的任何 前面的任何一天 你怎么卖 都比今天高 不是吗 那我问你 今天外资买还是卖 外资在卖 大卖 大概是160亿的样子 大卖 你以为他回来了吗 没有啊 那代表什么 没钱 只要市场没钱 真的很难 我还是那句话 花没卖做 没做没输 每年再来 从联储讲到现在 你不会觉得 谢老师 你怎么那么悲观 不是我悲观 而是 行情好的时候 请问你们会赚到钱吗 房钱不好 那就不用讲了嘛 那有很多 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为什么一直在赔 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基本面 可是 你看到基本面 跟股票的基本面 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不一样 你看到基本面 是现在嘛 你能看到下个礼拜的基本面吗 你能看到下个月吗 看不到啊 所以我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常常讲 我为什么很在做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读台南一中的时候 我算有叛逆性 什么叫叛逆性 有时讲起来很好笑 我告诉你 我高中的那个操性 都是勉强及格 为什么 因为我们高中以前要写桌记 桌记都要写歌功颂德的事情 明明知道那个是假的 我写不下去啊 所以我中间都写 大概两个字啊 我都写两个字啊 就 大概都写两个字 两三个字 就是交代一下 可是教官不喜欢啊 教官就是你要 我们叫做思想 他要控制你的思想 就叫你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事 所以我的 我的 我的操性都是最差的 那为什么 我说我还能做股票 因为我知道 报章媒体杂志 所有你看到的 报章媒体杂志 讲不好听 就是都是为 都我们叫他都 写这个的人都有目的啦 叫做他有目的 他是在实行他的意志 他一定 我看报章媒体杂志 尤其是台湾的 报章媒体 他所写的东西 都是他有特定的目的 譬如他要做生意 或者是为他自己 他写的 那个公正的 只是虚放一招而已 所以我说我能做股票 因为我很会把 新闻报章媒体的解读 把它颠倒看 就我先生说 如果你还相信基本面 基本面很好 营收创新高 EPS创新高 如果是这样 股票怎么会跌 我们看一张股票 我喜欢用这一档 这档叫国具 好来 我们看国具 为什么要用国具来教各位 我问你好了 国具1300只块 这叫什么 107.7月30 国具哦 看到哦 好 那我们来看基本面来 国际的基本面是现在最好 你看到 以前是这样子 是不是以前是这样子 这去年嘛 这去年还有包括前年的三四季 今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跟这两年 是不是比它更好 比它更好 这个都比它更好 甚至什么 甚至107年 基本面都还不好 可是股价是在107年建1300块钱 今天的国具多少钱 今天国具277 你想 1300 那个1000已经不建了 基本面 我告诉你它基本面现在最好 这一两年基本面最好 现在是111年 它的股价是107年让你看到1300 那你 我问你啊 我相信国际的1300 我讲是永远不会来的 我说除非 但是就是它 譬如它减资 减资就 股本剩一半 那当然有可能 减资减九成 剩一成就有可能 以现在目前的情况 那个1300不会来的 其实是 台湾有很多股票 尤其是电子股 那个高点都不会来的 不然我们看 来来来 看股王好了 你告诉我 股王的6075会不会来 你告诉我好了会不会再来 那它的基本面呢 来看它基本面 是不是 这最近最好 你看这个比它好 对际当然去年最好 它股价高点不在去年 是106年 6075在106年 那你告诉我 大力光6000会不会再来 不会来了嘛 很多人都知道 那国际1300不会来 股王6000也不会来了 你告诉我 你的股票的高点会来 甚至我告诉你台积电 台积电来 台积电688会不会来 我告诉你也不会来了 真的不会来了 这叫地眼政治 美国要设厂啊 美国要设厂啊 半导体已经不行了啊 这个开始思考说 在这个关键点的时候 我还是那句话 卖者真的 假设你的1000万剩500万 你还有500万 你不听我的到年底 搞不好剩一两百万而已 其实联储的时候 你听我的 你的1000万还是1000万嘛 到现在 如果你的1000万还是500万 已经算很好的 你的股票算很好的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那你一定想 老师要做什么股票 老师你是不是做生计 对 做生意股 但是做生意股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 什么股票都可以做啊 你看 你继续开始想 好 我们说好 我用这一档 650 北极星 然后接打开了 各位开始就回想 北极星建的626号挂牌 来 来626号挂牌 股价 95 94 98 94 95块2 最高98块 请问626号挂牌 有哪一个头过老师在上面说 哦 买北极星 什么 有吗 没有 什么时候讲 在这里 头过老师在哪里讲 来 在这里 大概都在这个附近 这就已经200块的时候 开始 哇 拼拼跟你讲 哇 他很好哦 怎样怎样 多好哦 因为他长很多 然后就说他手上有 然后大家都幻想说 哦 他要解忙了 真的解忙嘛 会解忙 解忙 成功啊 这里啊 解忙成功的那一天是买不到嘛 然后隔天呢 隔天呢 隔天打到跌停 那我常常在讲 一款人一款妹啊 当时 当时 我的会员也会跟我讲老师 那你为什么 堂基还抱着 你应该叫我们去换 换北极星啊 你怎么不换北极星 我当时讲说我不是在做三天五天 对不对 我们来看当时的来 同一个时间来 178嘛 对不对 178 有多少人一直讲说 老师啊 你为什么不去换来 我们用这一天好了 用这一天就好了 他算200这一天了 那我们多少 179啦 算180好了 他200啦 会有很多人讲老师 我们为什么不换北极星 换北极星 我说不要 但是也有很多人 就不参加了 到期的不参加了 跑进去买北极星 是很多啊 为什么 因为最少有十个或八个 同学老师在这边吹牛 吹北极星嘛 那结果呢 来看今天 你就要200哦 我还没有用这个200 来 还没有用232哦 200哦 今天最低多少 今天最低100 收104 那从跌庭开始到现在 请问有谁讲北极星 有哪一个投靠老师敢讲北极星 没有人讲了 跟他没有关系的 其实本来就跟他没关系 我要奉献各位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分析师在这里 所有人都是在介绍股票给你 只要有涨停就介绍给你 然后介绍给你 你就以为他很厉害 每天介绍涨停给你 每天介绍强势股给你 只有一跌停跟他没关系 然后可能在某一天 他就所有股票出清 他有没有交代他们出 有出 然后呢 然后你就撞墙壁了 你每天在那边撞墙壁 因为就像北极星呢 好了我们的股票今天不是很强 你看100了 200剩100了 180到150了 好不好 其实我们股票 我们的成本165嘛 我都讲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是赔没错 可是 他还没有利多出来 他还没有提采出来 做生股股就是在做提采以前 你不要得到提采就像来 北极星他就在解盲以后 解盲以后才开始跌 解盲钱不会跌嘛 逻辑就这么简单嘛 解盲钱 尤其夜接近解盲的开始喷嘛 到解盲了 没有了 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像 尤其北极星叫KY 我说我看到KY 我都会怕 我都不敢带回你做KY 真的只要KY我就吓到了 我完全不做那么多股票 我干嘛去做KY 尤其现在不是半导体KY也是跌得很惨 好 那不是随便股票都可以做 尤其生股 来我们来看 那 你要记得那个点 来 我用北极星的程先生的逻辑 在公司濒临倒闭之余 大手笔出资1亿美金 这个就是 这个叫格局嘛 好 我们再看一遍 好 那他秉持的基本原则叫看人看题材看格局 10块钱的北极星 对程先生来讲就是他的格局 投顾老师的北极星就是 要解盲了200块的时候告诉你 北极星很好 那他的格局就是200块 人家的格局就是10块 人家是公司濒临倒闭都没钱了 他去投入 那应该讲各位投资人 你看到的是公司基本面很好的 EBS很好的 那是你的格局 这股票市长是不是忍受说他不会涨 然后他甚至是跌 然后故事还没产生 那个才是真正的布局的好时间 等到什么都知道了 故事都有了 EBS都出来了 药证都出来了 请问他有 你还有空间吗 好 这个叫北极星 来 那我们的股票在这里 我说有很多人要我们去换北极星 我就不要啊 今天我们152 他100啊 对不对 他200的时候很多人要 很多会都叫 老师我们换北极星换北极星 我们180我们去换200的北极星 然后现在升150 不是升100 可是我们还维持在150几 我们的成本是165 那我再问你一遍嘛 你的北极星会不会回来 有一种动物在叫 那个棒架 棒架在叫就是骨的 我不能说完全不会 但是骨的 因为为什么 他那种药症 我说最重要在所有的药症里面 用药里面是癌症最重要嘛 来 再看一遍 我昨天也提到了 为什么半导体跌很惨 为什么大阪跌很惨 半导体跌啊 半导体对 因为讲说在台湾半导体里面 是占前置最重的 甚至甚至来 好 这昨天的道琼 道琼涨0.1 纳斯达跌1.1 你看汇成半导体跌2.5了 来 好 我们看这里 这叫汇成半导体 是不是创新低 好 这是纳斯达 是不是创新低 可是道琼没有创新低啊 纳斯达创新低啊 汇成半导体断新低啊 S&P500创新低啊 好 这纳斯达100也是创新低啊 你看生计股在这里 生计股的低点在这里啊 它低点在这里啊 它今天在这里啊 生计股今天是涨的呢 涨最多呢 所以再看一遍来 我说拜登的登月计划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股票市场 除了地眼睛制 还是国家的力量最厉害 当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 几乎是所有的半导体 14奈米以下的半导体 那衍生了很多的 很多的我们叫供应链 都不惜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你告诉我 营收马上弃掉一半 不要是弃掉 最少营收七三分之一嘛 不是吗 那如果逮到会被划的 那生计股 拜登政府的癌症登月计划 未来现在看不到钱砸进去 未来钱砸进去会怎么样 有的时候要看得很远 所以来我们再用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有讲过 来这档股票来 9月底嘛 9月收周线收夜线的时候 我讲说像这档股票 你看他股价最高615 我也送给你听 他的股价乘以他的股本 等于市值是385亿 他的市值385亿 市值 除以他的营收 他用营收 他的营收一整年 去年一整年的营收 他要62.4年 我说一档股票 他要62.4年的营收 全部都赚 我说 他的营收老板都不领钱好了 董事长都不领钱 小妹也不领钱 水电也都国家给他的 这样可以吧 营收 营收要62.4年 假设跟去年一模一样的营收 他要62.4年才等于他的市值 收入了 收62.4年 结果呢 你告诉我 这叫气脸 今年更差 对不对 今年更差 本气脸更差 你告诉我这种股票 你们认为很好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来 当时多少 291.5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的会员 有人有这档股票 我说把它换掉换掉 来换我们这一档 他们不会利 这里是291 换我们的股票 那时候是 那个礼拜 那个礼拜还有300多 我说两张可以换一张 我们的堂基 没有人要 如果到今天 我们看到今天 今天剩下 今天他收盘是 2215 等于我们是152 本来两张可以换一张 现在只剩下五张 可以换七张 也就是金益科 五张可以换七张堂基 我在9月 9月底的时候 讲的时候是 两张 一张 一张 一张的金益科 可以换两张堂基 现在只能 五张换七张 我说等于 等到有一天 五张换五张 或许有一天 十张 十张金益科 只能换五张 堂基 我希望是这样子 如果是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假设 像国际1300不会来了 大力光4000 6000也不会来了 我说你的股票高点会来吗 尤其是电子股 应该除了生机股以外 你的股票高点会来吗 如果不会来 你凭什么 要把你的本钱要回来 你凭什么 那个股票你做 你就做不到 你就会输了 股票这次落了 上面沉沉沉沉沉 套脑的压力 你的本钱会回来 用这个最简单的逻辑去想 你都敢不敢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给你看拜登的 登月计划 我已经讲很久 你看这9月13号 我一直跟你讲 中美贸易 尤其 你看美国对中国的 限制越来越多 半导体又不是今天才限制 一两个月前就在讲半导体了 不过现在是雷利风行而已 所以就崩跌 那没完没了 你不跑人家要跑 不然别做了好 别做了没输 我这句话不是现在讲 如果你真的要回来 未来是什么 看着美国的政策走 在这里 癌症回来计划 那我又给你看莫沙东 6亿 他要买他6亿 同意6亿 不是全部并购了 还要继续买 亿估是多少 亿估是要买到 亿估等于市值会超过400亿 我应该给你看 当时 当时的西梗 西梗才多少钱 才200块 220亿 220亿 看一下 来来来 照一下这里 现在的西梗是245.6亿 看到西梗 好 那我在讲的时候 他才多少钱 也就是公司总经理出来花 当时才220亿 也就是3月24号220亿 那3月24号唐积的价钱是多少 是194 看到没有 唐积是194 人家一直增加 结果 今天的唐积才多少钱 今天的唐积才多少钱 才152块 因为 像这种股票 他 他有时候大凡在跌 他不可能 我常常在讲 户潮之下无完卵 当股票在跌的时候 有唐积的人 他认为他没小赔 他也会出 或赚钱他也会出 所以有人会丢出来 那他 有些人 我想不通 你赚钱的股票 或你不赔的股票 你把它卖了 结果你去一直在摊平 那个跌很深的 你一直在摊平 那到最后呢 到最后 如果唐积冲上去 你就两头落空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才说 那一天 9月底 我特别用金利科给各位看 结果真的 你看291的金利科 到今天 到今天金利科挣多少钱 今天剩194 这里叫291 这300多 有没有 就9月30号而已 现在已经少100了 在这里是两张 可以换一张糖基 这里到今天 只是要5张金利科 换7张糖基 我麻丹导来讲 如果有一天 金利科10张 只能换5张糖基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全部都回来了 用这种逻辑吧 你的股票要跌 糖基上去 用这种思考逻辑去想 我说有些股票 我拿金利科做的代表是 几乎所有电子股 尤其所谓的半导体 真的 你们要特别小心 想要操作的 打电话参加会 免同一个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